Windows 11K B5030 310更新 别名Windows 11 Moment 4 全副武装带来了2023年版本23H2的所有新功能 微软官方已经提供了Windows 11K B5030 310的直接下载链接 所有Windows 1122H2用户都可以安装 体验全新的Windows Co-Pilot 新的文件资源管理器以及其他新功能 KB5030 310是22H2版本的一个可选更新 包含备受用户期待的Windows 1123H2的所有功能 既然这是个可选更新 它不会自动下载或安装 除非在Windows更新中手动选择下载并安装按钮 此外启用Windows 1123H2功能还需要额外的步骤 如果你想尝试Windows 1123H2的功能 如Windows Co-Pilot和新的文件资源管理器 必须启用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 该功能启用之后 在检查更新时会下载安装Windows配置更新 这是因为微软在此次更新中默认关闭了Windows 1123H2功能 Windows配置更新是一个启用包 一个可以在22H2版本中启用Windows 112023更新功能的开关 如果想尝试被关闭的Windows Co-Pilot和其他新功能 只需打开该开关即可 点击开始菜单 选择设置 然后选择时间和语言 右侧选择语言和区域 将系统语言更改为英文 区域选择为美国 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何选择 打开关键 因此 任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后面的滑块开关 然后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更新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 更新安装完成之后 操作系统版本号仍然是22H2 根据熟悉开发情况的消息来源 Windows 11版本号要到10月才会升级到23H2 换句话说 新功能和版本号是独立发布的 而不是打包发布 版本号仍然对各种因素很重要 包括新的ISO镜像、安全更新和微软支持时间等 Windows 1122H2版本的支持将在一年后结束 但23H2将在发布后支持24个月 激活Windows Co-Pilot 下载Windows Co-Pilot激活工具 李宗盾 订 我们 seres亲碍旁 后看 到达路 委屈 发布 按Windows加2键盘快捷键打开运行 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然后导航到屏幕上显示的路径 双击右侧的Is User Eligible向 然后将值从0改为1 并点击OK按钮 鼠标右键点击任务栏 选择Test Bar Settings 打开Copilot后面的滑块 如果一切正常 此时Windows Copilot将被激活 现在可以将系统语言切换至中文 至此 已经完成Windows Copilot的激活